这个大热鸡 练完拳以后 上次去吃完冷面 多舒服呀 先来碗冷面汤 冷面是朝鲜族的一种 代表性的饮食嘛 朝鲜族又爽快 喜怒哀乐 很分明的感觉 冷面和魔术对我来讲 最大的一个特点 看魔术的人 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爽 对于我来讲 吃冷面是一个 非常爽的事情 传说里就是 朝鲜族曲艺形式 我用我自己的技巧 来改变一下 特别好玩 挺过瘾的 但是就看一些 负面的那些评论的时候 把我自己传承下来的 随便糟蹋呀 也有这种担心 有很多人都说来 你为什么不留在北京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能想象到说是 吃块豆腐能吃出 家乡味道的幻觉吗 我们以后 把一兄的原创拿出来 不然的话 我们局限性 越来越多 我觉得演技 虽然说还不足 但是我们不回到 我们的家乡 不足的地方 捕上呗 我为你评论